我們也持續來聊聊 剛剛提到火力嘛 火力的部分其實在海上 我們看到中共在加強它的運量跟它的火力 火力就是靠這些兩棲攻擊艦 那如果是運量的話 它也建成了兩百艘民用的滾裝船 方便之後解放軍來做這個徵召使用 我們來看這對於台灣的防衛能帶來多大的威脅 尚志哥 哇台灣的防衛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知道像漢官演習 舉行它大概主要的重心 除了有一些武器啊發射飛彈 我們看到當中也有一些攻擊力之外 絕大多數都在防衛 那在整個防衛的這個結構當中 一層一層 我們在這些年特別感受到 我想特別那個火山布雷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好害怕 因為灘上海灘上啊等等 如果布了很多這個地雷啊等等之類的 沒有錯未來你可能可以防止 但它到底在整個軍事的 無論從戰略戰術到戰績上 這個所謂的防衛真的是這樣 當然台灣就是在做防衛啊 台灣你說真的有力攻擊大陸嗎 我們講特別以剛剛講的灘頭 火山布雷來講 其實灘頭當中其實在台灣的防衛的比例 還比重還是很高的 像台灣演習也是 因為首先比如說你必須要有戰車群 你要把他們那些載具 船要過來 因為他們要運戰車 要運陸軍 那個兩棲作戰的上來 所以呢你一開始第一波 你要先把他們打這些載具 戰車啊跟船打下來 第二層的部分是他們上來了 還是上來了嘛 所以你要打這些人 然後第三個部分呢 是幹嘛呢 你要弱化他們越來越多 因為人家一定是潮水般湧來 你不可能防禦得了 所以你要用火山布雷 所以我們每次聽到灘頭防禦當中 要買什麼武器 要做什麼東西 其實有這個三個層面 打載具 打人 延緩 戰力 這是我們台灣能做的極致的 可是呢 所謂探頭防衛 為什麼在我們看來講 我們花好多力氣在做防衛 可是你在看兩岸當中 很多東西是不對稱的 中國大陸我們所看到的 剛剛大先生所提到的 無論海軍的強大 空軍 火箭軍 為什麼比較 我們少聽到中國大陸 對陸軍或整個登岸的這個部分 有比較多的琢磨 包括中國大陸 因為 整個大陸的重點 究竟是真的要跟你在 攤頭戰決戰嗎 人家講 火箭軍當中 火箭把你打了死去回來 然後海軍就來 包圍空軍就來 其實在整個這種對稱 事實上很奇怪 就我們在意的重點 看起來不是中國大陸的重點 而且我特別要強調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一開始不太了解 大家對於中國大陸要打台灣 覺得武統台灣 我還要打過來 是一個很廣泛很害怕的東西 可是就中國大陸本身其實是兩層 第一層是我們比較常聽到的部分 要打台灣 可是打台灣 他不是說打你台灣人打這個島 他們一直強調我是打台獨 我是打外國勢力 所以就是說他打台獨 跟打外國勢力 沒有要打你台灣民眾 不是要把你整個台灣毀掉 而且你知道我們在台灣思考 武統防衛中國的歷史大業 中國要統一了 但是但是 中國大陸長期以來一直到現在 從來沒有具體在官面 一直談到說 打台灣是一個歷史性的東西 打台灣是中華民族歷史融合 沒有 他們就告訴你我要打台獨 我要打外國勢力 這個東西在最近的很多的發言 更謹慎 比如說成都22條 他告訴你就 就對台獨 你們民眾沒有關係 所以我要彈得動眼就 也許 人家現在所有中國大陸 真正規劃打台灣作戰 就剛剛小談講 他就對美國 直接對美國 而且我們最近 最近這一兩個月看到 山東號跑過來在這邊 然後呢 而且我最近看到最有趣的 也就是說前一兩個禮拜 一個月 中國大陸解放軍 發布了一個3D模擬 我快要笑死了 他們開始說第一波 他們空軍火箭打過來 空軍第一波飛過來 就要飛到東海岸 因為我是花蓮人 我就很在意 你飛到東海岸幹什麼 結果你知道 他們在解放軍公布裡頭 講什麼呢 他說 在這個地方呢 控制東部海域 他不是講西邊喔 他控制東部海域 可以防堵 台獨人士外逃 也就是說他可以控制 台獨的飛機跟潛艦 我在講 你連這個地方都講得很清楚 我們要打你台灣 把你炸掉 我要抓你這些台獨 可能被美國日本載走的人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說大家看的重點 其實不太一樣 而且我想張軍很多 在我們的節目裡頭 也提到了 山東號這一波來 鎮壓在整個東海岸地區 配合而且他們第一波 就要拿掉你花蓮 台獨的空軍基地 因為拿下來 不是把你炸爛 你台灣的國軍 是搶下來 花蓮跟台東之後 他們可以支援 山東號這些航空母艦 對付美國 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思考 不是炸台灣 是我拿掉你台灣什麼東西 才能對付美國 你看 所以跟我們這邊 攤頭防禦的部分 那個小地方的部分思路 是完全天長之別 所以因此我們現在 在判斷中國大陸 真的打台灣的目的性 手段性 我認為我個人的結論是 中國打台灣 是對於台獨的斬首 以及對於美國的防禦 就是把你耐心的block 全部抓起來 或不要說把你殺了 全部抓起來 你台灣國軍就癱瘓了 他幹嘛要跟你什麼 攤頭防衛 跟你這邊打得死去活來 我覺得這個思路提醒大家 也一起來了解一下 上次哥幫我們講很清楚 這個如果中共打台灣 它的主要的政治目的是什麼 我想要同一個問題 也請教文賈老師 就是說這個日本的報導 日本政府剖析說 共軍攻台所需時間 只要一週 這件事情 你又怎麼看 我是看一週的話 我對我們台灣國防 還是有信心 因為你看這個 經過75年 我們對這個 對中共 得一個防禦 其實我是有信心 那此外 其實現在台灣也是在落實一個 一個不對稱的一個戰力 不對稱的一個戰力 那當然其實 為什麼會有信心來自於 因為台灣現在也機材發展 包括飛彈 還有所謂的這個火箭炮 那當然還有無人機 那當然還有我們的電子戰 跟這個所謂網路戰 大概還有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海上的一個游擊 那當然我們現在其實也建構了一個 這個國土的防衛系統 國土的防衛系統 這個部分呢 可能也在這邊也稍微提一下 所謂這個防衛系統 包括我們已經有建構了一個 所謂的防空 反導 跟這個反艦系統 這樣自然而然的能夠讓 一旦台有事的時候 不管是在制空或是制海的部分呢 就算不能完全有效的這個防禦 但是也能夠去拖延這個共軍來台灣 來甚至這個進攻台灣的一個時間 那當然這為什麼要講一個禮拜呢 其實真的一個禮拜其實是我們 所必須要爭取的時間 那來自於什麼空間 就是美國跟日本的一個援助 一個援助 所以呢這樣看起來 此時此刻我們要的 到底也不是說一定要什麼發展什麼巡弋飛彈 彈道飛彈 到底不是 而是要強化我們的整個國土的防衛系統 之外呢 我們也要做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還是要積極去發展 包括這個無人機 包括所謂的這個 我們的一個 這個前肩針的一個系統 這樣才能確保台灣呢 能夠在一旦有事的時候 能夠馬上能夠做一個因應 好 謝謝文賈老師 我們持續看到那為了要反擊共軍的攻台 台美現在持續在發展的就是不對稱的 戰力來做因應 國軍的部分強化海上的布雷 在巨岸40公里 敵人的船艦的搏放地 還有敵方的船艦 最可能的航道下方來建置 國造的這個是萬象一型跟二型的水雷 好 萬象系列水雷呢 我們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 重600公斤可以利用磁力聲音來偵測 敵艦後來做引爆 美軍則是提出要在海上無人機 來攻擊共軍的渡海的兵力 我們現在看到說台美在發展不對稱的戰力 但是當台海的制空 制海權都被共軍所掌握了 這樣子不對稱的手法真的能有效 拖慢共軍攻台速度嗎 我想事實上是這樣子 就是說當然啦 台美雙方現在針對這個中國大陸人民解放軍 會采取的行動都做了一些沙盤推演 那不過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說 你可以布雷它也可以掃雷 這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做掃雷劍 就是你可以布一堆雷 可是人家也可以派足夠的掃雷劍把雷掃掉 這是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 事實上台灣自己的國防力量是有限的 我講難聽點 台灣現在不管你有多少愛國者飛彈 第一波淡海攻擊 你愛國者飛彈就打完了 接下來呢 人家飛彈這麼多 人家飛彈庫滿滿的飛彈 那你的愛國飛彈已經打完了 誰補充給你 我們不是烏克蘭耶 我們背後沒有靠著歐洲耶 當台灣一旦陷入了戰爭的這個局面的時候 台灣已經四邊被緊緊的包圍圍困在裡頭了 我們是什麼都不可能得到外援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台灣就只能靠自己 那第三我要講的是說 美國說它要用海上無人機來攻擊共軍的渡海實力 那無人機不是只有你美國有啊 人家也有耶 而且我要講的是說 無人機不是不會被打下來的 所以重點是你到底有多少無人機嘛 美國現在到底有多少可佔的無人機 能夠送到台海來 要從哪裡來起飛 從哪裡來操控 那麼這些東西都是要值得考慮的 不是只出一張嘴而已 台灣現在就在中國大陸旁邊 一旦爆發戰爭 不管是贏是輸 我們都是輸的 這場戰爭根本就是美中爭霸的格局 最後就算美國贏了 台灣贏了嗎 台灣沒有贏 台灣是犧牲者 我們就是戰場 你什麼時候看過戰場贏的 大家看看俄烏戰爭 俄烏戰爭打完了 就算是烏克蘭贏了 他贏了嗎 他死了兩代的人 他怎麼會算贏呢 所以台灣現在最重要要做的是避戰 而不是備戰 我們不是一定要面對戰爭的 我們如果不要跟美國綁在一起 不要綁在美國的戰車上 不要當他的奴才 不要當他的看門狗 不要當他的刺向中國大陸的匕首 台灣不會陷入戰爭風險 這場戰爭講難聽點 是為誰而戰 為美國而戰 為台獨而戰 不是為中華民國而戰的 所以其實台灣的人民要認真思考這一點 我們要為美國跟台獨而戰嗎 我們要為美國跟台獨 花這麼多錢去買軍事裝備 我們要為了美國跟台獨 去交保護費嗎 這些錢台獨怎麼自己不付呢 為什麼要叫我們來付呢 這才是關鍵的問題 如果今天我們看不清楚這一點 我們現在還在思考說 我們要怎麼跟中國當塔 我們才能夠撐得更正確 我們才能夠在這場戰爭當中 得到更多的時間 最後時間的時間